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言对他的判断 为什么这么讲 原来所有人都知道 罗伯茨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是个天主教徒 他是保守派 但是他是保守派当中的自由派 他经常倒阁 倒向了自由派的环境 去支持自由派的做法 去反对保守派的做法 这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 所以当时大家对他就对他是没有信心的 在2016年 当时奥巴马推选出今天的格兰吧 应该是 司法部长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竞权的时候 被这个麦克奈尔给DQ掉 当时的美国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是共和党 共和党的领袖是麦克奈尔 所以在共和党的领导的参议院不得通过的时候 结果金加兰呢 他就没办法成为 就是第一道就给卡掉了 就会毁了 所以那个最高法院那个空缺就一直有 所以在奥巴马的后面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最高法院不是九个 一直差着一个 是八个大法官 一直拖到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 川普上台之后不久就是选大法官 来把最高法院的空缺的名额给补充掉 这样使得最高法院得以正常运作 因为他是九个大法官 大家共同决定 以多数票作为最高法院的裁决 而不是一个大法官的独裁者 但在多数票当中 当时呢就是四比四 当时是四比四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过 坦白说是五比四 因为是自由派当时占多数 保守派占少数 那后来他就又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 那在川普在他主政期间呢 我们就看到了主政期间是死了两个 一直到2020年9月份死那个女的老太太 所以这是自由派在现实的环境中 命运安排使得他们丢掉了机会 而参议院呢被掌控在共和党人手里 所以这就变成了麦克奈尔跟川普 无论接受不接受川普 但是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政治是最高法院的政治 最终的结果是由最高法院透过宪法的判断而做出裁决 但是很显然同样一个宪法 它也有着相生相科道理的存在 同样一句法律会有着左右不同的解释 这是时代造成 那大法官是终身制 但是呢做决定呢又不是一票结果 是九张票按多数 这就是美国司法的本身 那他的终身制呢 他最大的兵器呢 其实很多人不尊重终身制了 他最大的兵器就是 宪法是不容解释的 就宪法不容政治上的伤害 利益上的伤害 一个人的终身制 就确定了宪法本身的终身 那如果说四年一换四年一换 那就变成了轱辱车了 变成了出租车了 那么想往哪开往哪开了 轮着哪算哪了 那是政治 轮流坐庄是政治 但是呢 这个军权神术的背书呢 那是有着神性在里 所以在选择最高法院的时候 他是死一个换一个 死一个换一个 这可能对很多 崇尚民主的朋友 不太容易接受了 他里面 以他最大的可能 去维护了一个法官 他对道德的认知 包括人说可能是魔鬼 可能啊 那他是魔鬼 他也是魔鬼的认知的永久 一直到这个死了 那为什么 这是一个命运之中 最大可能的减少了 在政治体制当中的 政治上的分裂 就是政治上的跳动 和 使那些不好的人 有机会 以政治的手段 以法律的名义 以政治的手段 彻底把最高法院给毁了 所以总统是任气的 两届就完了 那而这个 而这个议员没有限制 但是 四年六年 是来一回来一回 有本事你就接着来 对不对 因为他的权力是出限制的 而总统的权力呢 太大 所以就当两届就完了 对吧 你今天的奥巴马 再怎么干 你只能垂帘听证 对不对 那拜登再怎么傻瓜 你得给他扶到钱头去 你不能占钱头 所以美国在当初立法的人呢 他的神性太高了 美国的宪法的确立者的人的神性太高 从而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就是现在的人用电脑 用手机也能不 就是破不了他 只有神性高的人才破不了他 所以这里面 这就是在法院本身的故事在这里 那德肖威斯为什么说 不再是罗伯茨的法院呢 当时的罗伯茨是站在了右派的角度 却行使着左派的真实 那他是一个利益的人 随着在法院里 奶头利益高他就算奶头 那他不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那法院是要坚持原则 所以这就是德肖威斯讲说 在星期五推翻了罗伊伟德案 而这个最大的攻击呢 最大的结果是 源自于川普任命的三个大法官 川普任命的三个大法官 却验证了川普当初 在进入美国政务 在成为美国总统时的誓约 他在成为美国总统的誓约当中 就提到要推翻 罗伊伟德案 他当时就说我要任命我的法官 大法官推翻罗伊伟德案 这是川普当初宣誓就职 美国总统是这么讲过 他真的兑现了他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太大 每个人呢 每篇报道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讲的 所以他做成了 兑现了他的承诺 那德肖威茨就说 这不是首席大法官的法院了 这已经成为了川普总统的法院了 原因就是他任命的 他的法庭 然后下面就陈述了这段故事 就这个案子的本身 然后讲述了三个川普的任命的法官 跟托马斯和阿里托法官 共同投票 他说首席大法官呢 发表了一致意见 首席大法官没有太推错 就是没有太反对 但是又没有投票 他就是旁边看着了 他投不投都没有用了 所以他旁边看着呢 他其实是怕得罪自由派的人 他知道自由派有多凶狠 但首席大法官可能是有他的特权吧 所以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了 而我们跟大家全是解释的是从生命的角度 对不对 一共在最高法院当中 有五名天主教徒 一名新教徒 然后两名犹太人 还有一个可能是就那女的 索托马约尔 是高级动物来的 可以提反对票的是高级动物和两个犹太人 而有正常传统宗教信仰背书的人 都投了赞同票 所以这就是分裂 这是真正的分裂 这是真正的改变 然后他提到说 这是对第十四修正案里面 关于这个个人隐私的条款问题的根本不同的诠释 这是一个隐私权的全新时代的开始 我们必须要认同它 时间不一样了 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左派的意见 那现在从今天开始 在最高法院转成了右派的保守派 这是一个新时代 两个时代的自由派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自由派必须明白 你的时代结束了 那你的时代结束了 你应该退出的 如果你不退出 你只有暴力去推翻宪法 推翻最高法院 而暴力是绝对不能被美国接受的 所以如果他实施暴力的话 同样 美国人民接受不接受 和美国的军队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德肖为此解释的 如果你不接受 你就只能采取暴力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